被称为护台神厂的台积电,掌握全球过半晶片代工市占率,其在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从去年中美科技占白热化及近日闹得沸沸洋洋的车用晶片短缺可见一班。 更有外媒形容全球晶片依赖台湾制造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 国长西村和建直言台积电越来越主导,半导体供应,是晶片业界。 必须想办法应对的事。 现今科技日新月二,经济的晶片含量势与日俱增。 中国交盟商会主席吴德克警告,出口管制及政府干预等地缘政治紧张。 于是晶片短缺问题未来可能频繁发生。 供应链可能因为产能以外的因素而突然中断。 法国自负忧虑,一旦内地对台动武。 没有理由会让当地的晶片厂丝毫无损。 因此保护者批全球最先进的晶片产能关乎全球利益。 其实吴德克的忧虑已反映于以德国, 法国及荷兰为首的17个欧盟国家。 上月签订了一项规模达到1450亿欧元的投资协议。 替若国将攀手投资处理器,与半導体之设计与生产。 同时力拼到入年台积电也未公布,开发时间表的尖端2纳米制程。 其声明更直言事件关乎欧洲科技的主权与竞争力。 图谋取代台积电晶片代工霸主地位的, 南韩三星电子侧传出近期,正在重组车用半導体部门。 以加强车用方面的技术能力, 更与一家美国电动车企业扩大合作范围。 以5纳米制程为对方开发自动驾驶车晶片, 威胁在于可能会吸引更多车厂与三星合作。 不过,南韩所在的朝鲜半岛, 偏偏就是台海以外东亚另一个火药桶, 英梅因此形容, 南韩与台湾所掌握的晶片产能将令两地成为21世纪佛尔木之海峡。 现时世界巡海路运输的原油, 三成虽经由伊朗对出连接波斯湾, 和阿曼湾的佛尔木之海峡, 航市安全关乎能源供应和全球经济安危, 著名对冲基金经理落步追击。 半導体老店英特尔,Intel,时亦表明, 要是英特尔不立即改革, 恐危及美国尖端半導体供应资安全, 北市国家的电脑, 数据中心和关键基建等, 预益依赖由地缘政治不稳的东亚地区提供部件。 据报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方面指, 英特尔可能把晶片交由台积电制造一事, 说明美国需要有一家能生产尖端晶片的本土公司。 不过,现时美国晶片厂, 能杀进10纳米或以下制程的, 就指剩下近期在此领域诸事不顺的英特尔, 台积电车用晶片存在加价15%, 汽车业决心情况仍在发酵, 全球车厂因晶片短缺面临巨大困境, 也使晶片业从长车用晶片定价划事权, 使全台积电等台湾晶片厂商正考虑再度加价, 将车用晶片价格调升15%, 外媒报道,台积电旗下世界先进, 联华电子等台企, 均考虑在2月下旬至3月期间, 对晶片价格进行阶段性调价, 事实上,去年秋季因应车厂增产的追加订单, 急单,台企已将晶片加价10%至15%, 据悉,当地晶片代工厂, 已向车用晶片厂商以涨价示意, 并向车厂提出涨价要求。 报道引述联电财务长刘启东表示, 无法对晶片价格作评论, 但就供需层面来看, 台湾晶片商目前确实处有利位置, 早前德国, 美国及日本政府罕见地向台湾当局请求增产, 与此同时,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在过去一年升值近6%, 亦是台湾企业考虑晶片涨价的原因, 在晶圆代工产能供不应求下, 使全台积电内部正积极制出, 车用晶片所需的8寸晶片产能, 并将英飞宁、德州仪器、 恩智普、瑞莎电子等国际汽车晶片 大厂列为首要供货对象, 以协助解决全球车厂面临生产线停摆的问题, 综合业界分析指, 车用晶片对可靠度及耐用度等要求甚高, 为不需要用最先进的制程生产, 因此在8寸晶圆厂头片以滑滑有余, 若台积电调拨部分8寸晶片的产能生产车用晶片, 恐会影响部分非车用晶片生产, 市场出现加价抢购势难避免, 台积电则表示, 公司会优先满足当前全球最短缺的车用晶片需求, 持续与汽车电子客户紧密合作, 同时坚守对其他客户的承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